緊張 全力進攻 鄭志杰這邊發財碰了下來 梁志忠也吃到這個一餅 目前志忠是來到了兩鏡廳 志杰這邊 還有一點距離 軍委哈囉 九萬先保留 對 二瓶先打 鍋章比較多一點齁 志杰 志忠這邊靠到的條子 指令先退紅中來到一鏡廳 條 哇 聽牌 踢個大螺絲 六九代八啊 天啊 我們那個哲宴剛剛才跑了兩隻 而且連續跑齁 是 但是 看樣子 六餅沒有了啦 哎呦 志杰中洞七條 我覺得八餅就很漂亮了 真的八餅就夠漂亮 而且 糊不完啦 鄭浩這邊 留不留的住 真的啊 八餅糊不完啦 來了 哇 先來 過水 過水 哇 結果志杰跟著下 哇 志杰留一手 留一手喔 他不跟著下 可是 重點是不知道志忠會不會 過一會不會過二呢 志忠剛才不選擇跟打然後轉聽五八條 吊匠 五八條吊匠也是 其實也是可以考慮的 方向之一啦 這都是一念之間 對啊 哇 這個三 八餅就下了 志忠不過了嗎 還是繼續過 繼續過 哇 志杰四 這要怎麼辦 這要怎麼辦 好 OK 我覺得不要打這個了 對 我是如果 八餅如果見二的話 你就自己摸到九餅 然後九餅海底又見三了 我覺得他可能是想要等轉聽啦 等轉聽其他 往其他面向去 嗯 有時候腕子的連結 或者是調整 對對 吐血連摸兩次 我覺得他就是腕子繼續打 八餅啦 哎 不要 這個時候 嗯 劉菊 其實志忠剛剛那一把牌是可以先虎的啦 因為他是第四名的分數 跟我們第二名的分數是沒有差很遠的 他虎下來的話 分數是可以拉近的 可以拉到不到一萬分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裝可以解決的事情 不到一萬分的話 我是建議先虎牌 先虎牌 對 不到一萬分